高尾老蘇最強轉折之王 給您最專業的投資建議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設定 今天台北股市再漲200點 加權指數再創波段新高 已經來到最高點16537點 我相信看到今天 大家都看得出來 指數跟個股脫鉤的情形 越來越嚴重 是不是 那你還記得家瑋老師在5月4號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各位講這個情形了嗎 我在5月4號的時候 費的決策推演之後 家瑋老師說 升息循環落幕 台股萬六萬七輕鬆股 家瑋老師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當時候的市場 因為指數曾經在之前跌了一段 跌到15280 所以當時候市場上是說 指數我們不用看 我們買個股就好 當時候很多的政策股在飛 對不對 那家瑋老師指數是看好 萬六萬七輕鬆股 可是 我卻看壞中小型題材股 你說怎麼會這樣子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當時候我的助理也是跟我講說 家瑋老師我 老師我沒有看過這樣的情形 我說那是因為你太嫩 那是因為你太菜了 因為你來市場 你來這個行業沒多久 你看當時候我是看好指數 看壞中小型股 家瑋老師說我的節目是轉折之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指數 我是一筆往上畫 但是中小型股我卻沒有很看 那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指數一開始都還有漲 但是中小型股就一直出貨 有沒有看到 中小型股就一直出貨 指數可以跌兩點 中小型股中錯 然後一直到這一天 5月11號跌到咪咪帽 我相信現在應該沒有哪個分析師 會再跟各位提軍工股了 應該沒有了 因為為什麼 軍工股大概已經跌翻掉 對不對 而前波跌到900多塊的創意 現在因為NVIDIA又變成當紅炸子機 統統又回來講創意 那不就是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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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重演這個套牢循環 你有沒有發現 是不是 股價跌升了砍掉 砍掉了之後再去 再去追高了 高了之後然後呢 又跌下來 所以 很多人都說 啊台北股市行情好大喔 你看對不對 加權指數這樣子衝 哇 大家賺錢賺到無法擋啊 真的是這樣子嗎 當你股票嚴重套牢的時候 才知道家衛老師是為你好 是不是 當然因為現在AI股漲起來 大家就說 家衛老師你不對啊 因為你看嘛 那時候跌到900多塊的時候 對不對 後來現在要漲到1400多 那可是我問你啊 你們老師是不是帶你砍在900多 我今天我看到這樣的情況之後 我也在想一件事情 欸對耶 當時候跌到900多的時候 已經比我們 我們賣在1025嘛 對不對 跌到921的時候 已經比我們賣的點還要低了 其實我們是可以把它接回來 對不對 當時候市場風聲鶴鶴鶴 我們應該把它接回來 所以你今天 你就看我的測標 我的測標代表的家衛老師有在 反省我們過去 為什麼會錯過這一波AI股的往上漲 你懂我意思嗎 當然現在不是追AI股的時候 我還是這樣認為 因為利多都出來了嘛 回答的財報也都公佈了嘛 5月11號這一天指數終於補跌了 補跌了之後 把很多人 對不對 逼去做空 看保守 家衛老師一比往上畫 還是萬六萬計輕鬆股 你現在回頭來看這裡 不就是這裡嗎 5月11號這裡啊 你如果你是在這一天你去被逼空 而是你這一天去看保守 你不是覺得很可惜嗎 是不是 後來你看到了嗎 就是 大家都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237點就掀起來 再251點 我就跟各位講 市場永遠有人早知道 但是 你如果你是永遠隨著市場 見長 縮長 間諜 縮跌 你就會怎麼樣 在這裡看保守 在這裡 特別High 你說家衛老師今天是跳空耶 跳空出去耶 這麼強的走勢 我的看法跟你不大一樣 我認為跳空出去有很多的股票 反而是賣點 你大概你可以看我們的操作 後來持續漲 對不對 16128再漲 然後難得在禮拜三的時候 是不是跌94點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拉會趕快買 尾盤就拉起來了嘛 後來你就看到了 揮答昨天 應該說前天 對不對 的盤後 也就是昨天早上我們開盤的時候 就已經漲25%給你看 所以昨天加權指數大漲132點 再創新高 這個波段 已經漲了1039點 指數有沒有很兇 然後呢 昨天揮答正式開盤 他也沒有跌 漲24% 比盤後原本25% 少一點點 揮答台積電強強聯手 今天再漲200點 再創新高 好 指數從 4月底的這個波段 15284 到5月4號 教教育老師看好 這樣入衝 已經漲了1000多點 我就問各位 你做的股票 或者是市場上分析是推薦的股票 不管是 3月多推薦的AI股 4月多推薦的軍工股 到現在5月底又再次推薦的AI股 你有沒有賺到錢 還是你賠到錢 這是重點 教育老師不斷的跟各位講 我說指數跟個股現在是脫鉤的 之前的脫鉤是指數不會動 個股飆翻天 但是現在的脫鉤是指數飆翻天 個股很多不會動還往下跌 那你是屬於站在指數那一邊的 還是你是站在個股那一邊 就像我舉個例子軍工股 軍工股從那個美國代表團 軍事代表團離開了以後 就開始從那時候見高點開始往下跌 當然中間有反彈 反彈完之後再往下破 是不是 好 所以你去看 我昨天我下的標題是下這個標 我說我會 這個盤面上會 往往會害你大賠的股票 都是市場上公認的好股票 你不用去懷疑這句話 當年的宏達電 1300塊的宏達電 絕對是市場上 甚至全世界公認的好股票 當年1000塊的國具 也絕對是市場上公認的好股票 可是這些股票呢 對不對 你懷得73600 對不對 是不是 同樣的道理 我跟各位講 現在還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現在還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你看喔 昨天台北股是大漲132點 但是你看那個貴買指數有沒有 開高就開了一路 就直接往下殺 上市加上貴上漲的股票 760加 下跌的股票高達1399加 也就是說 下跌的股票比上漲的股票多了一倍 但是指數漲100多點 那你的股票是這一邊 還是這一邊 當然不會有老師承認 他的股票是這一邊 除了家衛老師 每個人嘛跟你講這一邊 對不對 這麼神 對不對 好 今天再漲200點 你去看盤中 你去看 今天早上 第一個小時你看不出來 兩個都一起衝 10點鐘之後分道揚鑣 貴買指數有一路往下挫 然後在我統計的時候 大概12點20分的時候 上漲702 下跌1413 那我問你你是哪一邊 我們就不用去提那個觀光股 因為觀光股在禮拜三大跌的時候 幾乎是全面性的漲停版對不對 對不對 當時候每個老師 你自己去看禮拜三的節目 我覺得不誇張 很多老師就是這邊 都是什麼鳳凰 什麼什麼什麼 都是觀光股 漲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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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觀光股 全面性的重挫 對不對 你看嘛 觀光 軍工 我應該沒有冤枉任何人 對不對 好 那你說電子股就算是AI股 難道都檔檔好 檔檔都是創意嗎 每個老師嘛創意 對不對 你有沒有 對不對 昨天的四星KY 你看喔 對不對 一開盤你就知道那個 因為你在盤前 你就已經知道NVIDIA漲25%了 所以一開盤大家就去追 回來殺下 App 殺下 你知道今天的四星KY 再開小瓶高著 再殺跌3%多 對不對 你知道 光是這樣子 昨天是不是殺下來就7%多嘛 8%嘛 對不對 你如果你是看報紙 看到NVIDIA去追的話 你不是買創意 你不是買N31 你是買四星KY 你可能就是這樣 你知道兩天10% 兩天10% 不誇張 你說它太貴了我買不起 這個呢 艾普 昨天漲8.1% 今天開小瓶高著又往下殺 這樣子 昨天漲8.1%大概殺回平盤 今天再往下跌 10% 10% 我不知道你是賺漲停盤 你還是賠10%啦 當然每個老師都是賺漲停盤 好 還有這個省準嘛 對不對 是不是好股票 是 就是因為好股票 才會讓你套牢 對不對 之前高檔我就 那個出貨我就不要再講 也不過講一個說什麼 去庫存去化到Q4 昨天股價直接跌停盤 直接跌停盤 這樣子 一個多月的時間 32% 32% 你說咧 之前推薦審準的老師 大概也都不會有人在跟各位講 他們是直接在節目上直接消失啊 他不會交代的 我們常常講說通過老師代盡要代出對不對 教育老師代盡 不管是賺錢獲利了結還是賠錢或停損 我都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他們是直接消失啊 32.8% 會讓你大賠的股票往往都是市場上公認的好股票 是不是 那像這個金銳也是一樣啊 現在沒有人在講這個了啦 昨天還在金銳賺AI財 還想來蹭一下AI對不對 更可怕 跌39.2% 今天3454 尾巴有沒有拉起來 沒有 持續往下走 這樣子已經賠40% 超過40% 融資從最高點那一天開始 一路往上增加 到昨天創新高 我就問 誰啊 誰啊 會讓這些融資一路往上漲的 不就是這裡把它摧翻天的那些分析師嗎 可能他們還有 可能他們停損了 可是他從來不會跟你做交代 因為他會去講新的漲停板 所以當你看到今天的盤指數創新高 我問你 你再看看你手中的股票 你覺得你該怎麼操作 嘉嘉老師今天的標題寫得很清楚 你今天不應該去追創意的 你應該是要去複製創意這一波漲的模式 你應該去買省準 你一定會覺得你覺得 嘉嘉老師你不是把省準罵到這樣子嗎 我罵的是他的股價 不是罵的是公司的基本面 因為 他跌到這裡今天再往下破 他是很有機會複製創意的模式 出現一波反彈 你待會來看創意這一波的反彈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那我也會檢討啊 對不對 我講這麼準吧 創意都講下來 為什麼我那時候沒有去買創意 一樣啊 我把省準講下來了 對不對 那 我是不是 要再錯過一次他的反彈 說不定 他的反彈是很大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看喔 我說當指數創新高之後 你會發現喔 今天指數創新高 強勢創新高 我跟各位講 股票又會出現一個大改變 這個改變就是原本跌不疼娘不愛的跌身股 會變成接下來六月份的市場當紅炸子機 我再說一次 這個月你看到跌不疼娘不愛的跌身股 會變成市場上的當紅炸子機 就像上個月4月25號 4月份AI股就是跌不疼娘不愛 因為他跌到921塊 但是他後來變成這個月的當紅炸子機 你如果還不是很搞得清楚的話 我下個階段 我會好好的告訴各位 因為今天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跟各位講 今天你看 我跟你講你看盤勢喔 你要有個整體的 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看 像四星KYN你看今天還在跌對不對 對不對 那像創意我 沒有金像店我們昨天就賣掉 你說老師你昨天賣掉 賣得有點早吧 我是有賺錢賣掉的 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去追 你追了有沒有賺錢 這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對我的會員負責 那另外你看喔 今天很莫名其妙 很多專業型股 對不對 甚至很多AI股往下殺 今天早上你還看到這個什麼 市場需求驟降 全球貨貴量 哇減718 嚇死人又是利空對不對 航運股奇怪 整天打開報紙都利空 但是為什麼 他今天股價很強勢 Why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下個階段 家瑋老師會好好的告訴各位 我們先進入廣告 待會兒回來 高危老蘇最強轉折之王 給您最專業的投資建議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陳東斗庫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殺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驚險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輸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斗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教育老師一直在檢討 這兩個月 我們的確錯過的一些行情 不是教育老師看不準 是因為我覺得缺乏了執行力 所以我最近很少把那一張什麼 什麼紀律 什麼操作紀律那個拿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後來我就在反省 紀律 執行力出了問題 執行力出了問題 當然因為今天最近 在公司有一些很煩心的事情 很煩心的事情 所以可能就是連帶的造成 就是說 這個執行力的整個下降 那當然這個是教育老師 該反省該檢討的部分 你看喔 創意 4月25號這一天跌到9.2% 跌到這裡 這一天我寫說 那些催捧AI股的人 今天要不要出來道歉 因為我可以看得到很多人 因為我跟你講 我有很多老師賴的群組 很多人在這一天停損 你知道嗎 破一千破季限的時候 這一天停損 因為在季限之上 大家本來都還有希望 這一天這樣灌下來之後很多人停損 那些停損的人 現在又在嘴巴跟你吹創意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像套一句那個 對不對 老山長講的話 砍在阿呆谷再追豬頭山 笑死人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看嘛 對不對 明言啊 砍在阿呆谷再追豬頭山 笑死 所以你看這次神準一樣喔 我們從這個高檔三個焚頭這樣子 噗噗噗 對不對 這樣子 然後這樣一路跌 到今天低點已經跌36% 那 如果你把它遮起來 把當時候的創意遮起來 有沒有一點像 有沒有一點像 它只是說它的庫存去化要去化到Q4 不是說它的業績很差 你知道嗎 庫存去化 對不對 所以股價已經反映了它 在法說會講的庫存去化嘛 所以呢我們今天把 對不對 我們昨天把這個金像電有沒有 我們把它獲利了結嘛 對不對 今天我們把長榮行 獲利了結 對不對 長榮行其實 但是 我還是看好它 但是 我就覺得最近這個漲多的股票 我們該獲利了結 獲利先入袋 然後我們去搶個反彈 然後我們去買 省準 省準 3558 欸尾盤嘛 你看我們買在這裡嘛 對不對 買在這裡 尾盤曾經跌下來 那我問你 這三三六張是哪個笨蛋買的 哪個笨蛋會像家瑋老師這樣子買股票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一個操作的節奏 當然家瑋老師最近操作的一個節奏 跟執行力出了問題 因為一些心情 其實其實真的 過去這兩個月真的是 煩心的是很多 在工作上煩心的事情 所以說就是心情大受影響 但是 也是很對不起會員 但是現在我們要積極振作 我跟各位講 我分享一篇好文給各位看 這是我今天早上 看到我的臉書那個金周刊 跳出來的一篇文章 這個底下給人家笑死了 裡面的留言你看都會笑死 他當年36塊買台積電 一忙就忘了 結果一個40歲 擁有千萬資產的勵志故事 勵志故事 真的很勵志 人生不是爬行而是跳躍 對 家瑋老師想帶你的就是跳躍 我想帶各位的就是跳躍 不然為什麼我們要當轉折之王 我就每天順著盤斥見長 說長見跌說跌就好 每天都很準 每天都漲停板 你看他什麼時候買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在2002年去投資股票 這個一看很像是掰出來的故事 好 不管這個故事是不是掰出來的 我覺得有他立志的存在在哪裡你知道嗎 好你看喔 你知道2002年在哪裡 2002年可能對現在很多人來講 那是很古早的事情 因為他是20年前 現在是2023年嘛對不對 2002年在這裡 你知道現在台積電是護國神山 台積電是全世界爭相搶著看 你知道20年間的台積電是什麼嗎 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20年前的台積電是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所以你看喔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在2002年去買台積電 我把這一段放大給各位看 你知道你會嚇死 這一段月線嘛 這是月線圖 這一段 我把它放大你看喔 台積電是從一年前 2001年的222塊 應該說兩年前 222塊跌到34.9最低點 一共跌掉84.2% 你看到這種84.2% 大概只有郭泰伴的到對不對 怎麼可能台積電會跌84.2% 真的啊 當年台積電就是這樣 這時候是過街老鼠人人喊 因為他那個時候被那個 intel碾壓 現在是他碾壓intel 那時候他被intel壓在地上摩擦 你知道嗎 摩擦摩擦 你知道嗎 甚至這裡還有連續8天跳空跌停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這樣的股票 我把它遮起來 你說哪個呆子 會在這個時候去買台積電 而且買完之後 其實你看喔 這將近十年的時間 他都在這邊盤喔 十年喔 可是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這叫勵志故事 你知道嗎 跌了84%你知道這裡買 你不要小看這一段喔 這樣一段喔 你知道這一段 我把它放大給各位看喔 這一段這樣子 漲一倍 所以你說教育老師 你講這是什麼意思 我就是在跟各位講航運股 我今天航運股 不是要帶各位賺十倍 不是要從150塊賺到1500塊 不是啊 而是你現在在這個時間買 很有可能在短時間 他會翻一倍 你懂我意思嗎 勝率極高風險很低 就是這樣 因為 這個地方 就像當年的台積電 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這什麼嗎 這什麼嗎 就是匹級泰來的時候 所以你現在不是買 勝極而摔的股票 而是要買 匹級泰來的股票 我們明天見 我們要來賺 我們要來賺 在這邊 聊天 我們要來賺